眼前这个光头男子就是美国最狠的空手道冠军 凭借他凶残的打法已经有700多人败在他的手下 这次他来中国点名挑战宋亚东 海生称这场比赛要把宋亚东彻底打废 那得知消息的宋亚东也是二话不说直接应战 那好的现在我们话不多说比赛已经正式开始 那我们看右边的白色拳套红方选手 就是咱们的中国猛将宋亚东 职业战金17战17兽17次的KO 这个战绩可以说是相当的恐怖了 那另一边蓝方选手一个小光头啊 就是来自美国的爱德加 那他在美国非常出名 是一个实力极强的空手道冠军 侧帅啊 像个华丽侧帅 这个侧帅呢已经完成了是中国散打式的侧帅 对 刚才上场的时候给我感觉 这两个个头体格 那都比对手小一套 但是孙亚东比较更宽一点的感觉 没干的 打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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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孙亚东刚刚这高扫 可是有其他的这种身体的这种动作配合啊 对 这几高扫啊 身大力胜 是 刚刚我们提到孙亚东是为了备战这次比赛 去美国高水平的拳馆训练了一个月 来的算了 感觉不错啊 脚下的脖 整个身体状态并不是非常紧张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你看我们的调整啊 那末期为止 孙亚东一直是向前压的一个打法 那面对这个美国的空手道冠军 他也是丝毫不惧 而且我们看孙亚东在进攻的时候 防守做的也特别的好 所以说爱德加现在是完全不敢进攻 哪怕是进攻了 也打不到孙亚东 打票了 还是比较过的 一个双飞机 你看孙亚东一直在瞄着对手啊 对对手配这种 追的感觉会很难受 后手也有有压力 这拉多亚的 斯克里面斯 这个怎么打 是的 所以对孙亚东这个后手在瞄啊 还是有道理的 对 包括他刚刚起那个 高手的时候 也是有他过去的设计 所以今天看到宋亚东确实是跟以前有很大的变化 变化更多 小动作加这种实际的动作变化更多 这个因为对手是个左势 所以宋亚东刚才这个高斯昂效果很好 其实后面还可以在合适的时机出其不一的战斗 因为这一个左架一个右架 门不开 特别你这个后拳后腿 果然你看 今天宋亚东整个看身体呈现出的状态 脚下的移动感觉很不错 这竞技状态很好 我们看宋亚东现在这个整个进攻的爆架这个状态 那这时候宋亚东跃跃欲试 但是被艾德加抓到了机会 直接扑到了地面 现在艾德加处在上位 但是并没有太多的输出空间 不过这时候也看得出来 宋亚东有些着急了 想要去赶紧摆脱掉艾德加的束缚 但是这个艾德加非常难缠 就像一个贴树皮一样紧紧地抱着宋亚东 走 我们看双方在从上至到下至一直在不停的变化 是想得很快 刚刚是坐了几个位置 身体是一个侧移的时候 这时候已经变到正面 灯化了 对 很快 对方还是连次往上扑 对 对 对 两人这个变化很快 哎呦 这是一个主动的 做一个封闭直防手 这个对手想做一个三脚脚 这个位置根本脚不死 对对 这个没有可能 一个手臂一条腿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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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更多的像非常封闭的这种防守啊 对 对 我觉得王老师在看这个比赛第一合格当中 让我们觉得看到双方的变化 对 过去我们也看过他的比赛 嗯 我觉得这拳手没有什么全面很老道 嗯 真的吗 给我感觉很老道 对 然后我地面的转移的几个小动作啊 有真有假 非常好 对 包括站立的一些动作 对对对 周老师刚刚提到你 其实应该出七不一的出 呃 后腿的高扫 后腿的高扫 他立即就来了一个 对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做解说啊 确实有的时候感觉跟选手 这种聪明选手 是心灵相吸的啊 对 因为我们的选手啊 因为我们在解说的时候 是因为我们所谓置身事外 对 对 看的比较清楚 但有时候选手在台上 一台大级了 嗯 真是想不了那么多 对 聪明的选手 就是 那双方在地面缠斗已经非常久 但是这个时候 宋亚东的手已经找到了输出空间 刚刚连续的几个杂鸡啊 我们看这个艾德加打的门脸通红 甚至有点发紫了 那现在第一回合比赛已经结束 我们马上来到了第二回合 看一下这回合 说宋亚东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打法 又是一记后腿的高扫 嗯 嗯 对 不知道会不会对选手有点影响啊 可能会有点卸力 艾德加要小心啊 手啊 放的有点低 这个形状保护不够啊 哦 你看 孙亚东这个状态 这个全命中啊 很有效果啊 对 那果然现在在战力对拼 艾德加是完全不占优势 好的 这一下 宋亚东找到机会 直接暴摔在地 这个时候孙亚东处在上位 艾德加整个人蜷缩成一团 这个位置看一下 宋亚东在打头 现在但是没有拿到背的正面 对对对对 有着急 对 对 啊聪明 孙亚东的左手 先抠 艾德加的左边 漂亮 这个位置就非常好了 一个很好的一个背部位置啊 对 孙亚东其实刚才在战力的时候 跑到艾德加的后背那一下 就很快了 对很快很快 嗯 这个动作组合非常顺畅 对 其实周老师以前也都跟我们说过 就是千万不要把你的后背杖给对手 对 这是非常危险的 好现在就看 孙亚东自己的胳膊怎么来布置这个位置啊 你要进上去 要不就进上去 要不就进上去 得先做一些击打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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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这场比赛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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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 好 好 藏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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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但是现在看来他反而像一个大虫子 在地上疯狂的蠕动 就能压在宋亚东的身上 虽然说他处在上位 但是拿不到任何的优势 想要去走击 但是被宋亚东紧紧的压制着 那下位压制上位确实是非常少见的 好 走击 这两个反应都挺快 对 宋亚东想蹬跨蹬出去 他想马上把腿伸平就跳过来了 对对对 没有没有没有 漂亮 然后现在把刚才的这种姿势完全是翻转了 对调一下 还有五十多秒 大家也是想做灯跨啊 对 还是想搭这个三角扣 但是这个比较比较难 对 其实这个动作 好 有 让手机实际过 还是示范 我们刚刚到书亚东方便用手机把艾特加的美股应该是 呃 有点 打开啊 对现在对 最终在下位防守的时候做的都非常不错 是 都很像啊 这动作 那好的 现在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我们马上来到了第三回合 那看一下第三回合 对于双方选手来说都是至关重要啊 最后一局就看谁的这个耐力更强 因为前两个回合 双方并没有拉开太大的差距 看一下这回合 孙亚冬能否Q掉爱德加 孙亚冬的提供 但是我觉得在整个二的战术 打到三回合的时候了 该怎么打 就稍微有些盲目了 有些就是说活很多 但是不是说把它用得特别好 是 就是越在这种体力下降的时候 要把每个动作的质量做好 对对对 真心每一次机会笑 其实像刚才那个双方选手不大 对 意义不大 我好的这一次换成了 宋亚冬主动去打地面 紧紧地抱住了爱德加的腿 但是爱德加这时候并不想去打 已经打了两个回合了 估计这个体能也是要跟不上了 所以说完全不敢和宋亚冬进入到地面战 做不到位了 对 其实刚才一个让生的一阵 一个下前抱摔 抱双腿的 其实时机还是非常 非常是动作本身的准确性 对 往前推送的一个力度就远远不够了 对 尤其是到了他抱腿以后 再做二次八度的时候 对 对方做了一个转身腿 所以就是所有的这种技术动作和时机 都是应该在这种 有合适的挺处备的情况下 才能支撑做出来 对 好的 现在比赛结束了 双方是整整大战了三个回合呀 那这场比赛宋亚冬打的还是非常勇猛的 让我们期待一下最终裁判的判决结果 那最后 宋亚冬也是利用点数优势 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那让我们恭喜宋亚冬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